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影片就是這個 皇室戰爭的影片 那基本上我現在大概爬到 2200左右 那我用的這副牌組 是有爬上這個 2300或2400的時候 有爬到2400 對 那 因為我剛剛錄影片 可是沒有錄到我的聲音 然後我喘氣得比較好 所以這個開箱影片 我會應該插在這裡給大家看 我會再給大家看 他把這個按鈕 再給大家看 我會在這裡給大家看 我會想看 我會想看 他就這樣做了 我會想看 我會想看 你會想看 你會想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那我们就来实际对战 然後讲解一下 我們先来看一下这个 我刚刚打的 你看到现在 有一些会带传说卡 所以就是会 非常痛苦 对 然后当然 但传说卡带两张传说简直不能忍 不过这个家伙才7等而已 这个家伙才7等 应该吧 8等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打大皮卡 所以基本上 打大皮卡的原则就是 你知道他大皮卡之后 你的皇家巨人就不要跟他冲同路 因为这个大皮卡会 爽切你的皇家巨人 然后 然后 会没有办法 就会推不到他 就你的皇家巨人 会傻傻地打他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知道 他有大皮卡 那基本上你看到 我是先 我是后出的 我知道他是大皮卡之后才 这个 想办法 再看要出什么兵 对 可以 这里只要大皮卡 不要摸到塔 就没事了 而且 我知道他这里下了兵 所以基本上我知道 他也损失了非常多水晶 所以我前面 干了非常多的 这个胜水给他 OK 那这里 基本上 他应该会想要 推我右边这一步 所以我基本上 皇家巨人就推左边这一步 不要跟他冲到就好了 但这里比我先 满胜水 所以他就先下这个 战略塔 那我就跟着下 皇家巨人 那基本上皇家巨人的 射程是比所有建筑物都来得长的 所以 除了expo 跟这个 破级炮之外 所以基本上皇家巨人 是可以爽清这个 这个塔的 他像在下这个 我们就把第二个AOE的技能丢出去 因为反正这个东西我 现在不清以后也要清了 而且我 我应该暂时不会拿火 就是 放我的火法在那边 因为我火法可能要拿来对付这个家伙 那像我用这个 脸麻人来包后面的火法 好 有清掉 有清掉就没事了 那这里可以考虑跟着推 pono 应该是会更多 可是这里他刚好射掉了 不过你可以看到我其实顶线他还蛮多东西的 所以他这里就很难对付了 所以他这里就很难对付了 下火法再另一边 然后还有皇家巨人再Enter 这是一个跟他互换的态势 ok 先包后面的火法 后面的火法 包住了 这个皮卡我就想办法奉陣一下 应该就还好 ok 他虽然冰柱可是因为皇家巨人真的很难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事情 ok 就是这样打印那个久整的家伙 来看一下这个 算经典的冰柱 他带三张法术 就是他 非常主要 失败的部分 来看一下 MAGIC 所以基本上他先下塔 先下这个水晶的话 我就要想办法来惩罚他 喔这个 这没有拉到真的很不科学 这如果拉到这只猪的话 我就不会弹这么多下 所以他 基本上也 也付出了救急的代价 我现在在拉下这个也蛮能让我这个 套塔能够有点作用 所以现在是他供我左路 我供我右路 他供我左路 我供我右路的状况 然后因为我的火球 基本上会 打这个主塔的伤害大于160 所以 ok 你看到这就是用这个 野蛮人来守这个野蛛 我刚刚野蛛币下都没有吵到 所以我基本上 我只要到了 最后倒数的时候 用火球炸一下 他右边的这个 皇家塔 我就是逼一逼的 只要我能够守住 我两座皇家塔的话 所以他基本上就送我 两颗圣水 ok 再送我一个圣水 来一点 不过这样我法处是都用不了 没错 所以这里就用皇家居然推走路 因为我基本上右路 我觉得我是必拿 稍微拉一下这个野蛛 等一下他的兵 再下 中心 他为什么不用弓箭解啊 他也不是没有 他超怪的 他刚刚有弓箭不用 不懂 他应该是弓箭想要留着结尾的王一大军吧 可是殊不知我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你让它拉一下这个野蛛 有兵 有兵我就再下这个 ok 戳止他 然后用我的这个 野蛛来围这一支火枪 我应该会砸火球 好 ok GG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一步 基本上你的状况就是先用皇家巨人想办法摸到塔 皇家巨人非常容易摸到塔 很难不让皇家巨人摸到塔 除非他是 就是实际抓得很好 或是 先用其他建筑物吸引皇家巨人注意 然后再用野蛛人把它干掉 所以通常 皇家巨人后面可以跟火法 这样子 他如果出中小兵类来清皇家巨人 我都可以用火法 来稍微骚扰一下 然后所以 通常是皇家巨人先摆底线 然后后面跟火法 所以他们两个走到前面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有火球可以用了 所以这样他如果拿野蛛人或什么东西 的话你就用火球炸一下 那基本上可以很快的 可以让基本上可以 帮皇家巨人再争取到 基本上一枪的输出机会 好 你就实际来看一下 如果这样赢的话 我就可以进到2200了 我是打一个2300加 或会又是9等 嗯 搞不好会有10等的亡靈大军之类的 所以基本上 他先下一个这个的话 我就要想办法来找东西 我要来找我的输出 他其实还蛮赚的 OK 这是我刚才讲的 是一个9等的 我有摸到一点点 摸了两枪吧 这有点难搞 这样拉一下 应该 哇是一个6等的 这样可以吗 可以 所以现在我还是有一个劣势 就是我的 排的顺序很奇怪 他刚才有没有火球啊 我也不记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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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就等他这个过盒 歪嘞 歪嘞 来不及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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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他远一点 不是 用手 欸 噢 我这个拉拔 刚那个石头人 应该就是他主要进攻手段 下後面嗎?我記得是下前面 一槍,兩槍 就算久等了,我的塔還是能夠兩槍射死 喔操你 應該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撐得住撐得住 撐得住撐得住啊 他沒有活... 剛剛那什麼東西? 剛剛那什麼東西? 屁勒,連這個小火球都要射兩次 爆炸了 爆炸了 我沒有想到那個... 連那個火球都要射兩箭啊 我覺得一箭就可以解掉啊 只要射兩箭才能解掉 我們等一下 雖然他分數比我低,應該是還好 沒有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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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得了一槍嗎?開得了一槍 可以跟東西嗎? 沒有弓箭 所以現在我手上的牌都是防守的牌 沒有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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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個六能五能 所以他...聖水應該有能轉到手上 XD 嗯...有點而已喔 搞不好兩槍 嗯...兩槍射不死 嗯...只有我的... 我跑不下去了...喔!下一張 欸!衝啦!衝啦!衝啦!快來!快來!快來! 一下...一下... 一下... 一下! 好!沒有說到一下 小虧!小虧! 哇!這可以...輸出一下啊! 拉一下啊! 小虧! 超喜樂! 爽啦! 這應該用塔就爽了 可以爽住了 可是它現在應該沒有東西還可以擋這個 可以開兩槍嗎?一槍...一槍而已 一槍而已 它還有火熊喔! 它火熊應該轉到手上了 在想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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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應該用火熊丟一下啊... 啊!感覺推不在過去了... 推不過去... 我如果早點開始用火熊丟... 它要躺到應該有機會... 丟那個聖水跟塔... OK... 你看一下它出什麼... 如果它是大皮卡之類的話... 我們會想要跟它推現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不會想要跟它推現 甚至我用這個就可以解了 稍微玩了一下... 讓它開兩槍 有開到嗎? 全有開到 開了... 一槍還兩槍嗎? 可以踏上 所以是小皮卡 火球也用了 空中單位剛剛也下來了 看有沒有那麼接 要跟嗎?我不要跟好了 跟有點危險 跟的話... 我這個就會送給它 因為它這個... 這次就會把我全部一槍... 開掉 可能會給它開到兩槍... 可能會給它開到兩槍... 給它好了... 給它好了... 好像沒有頭... GG啊... 我就順拿手勢就好了... 輕輕溜溜... 它那隻根本就走不過來 就要結束了... 就看... 看你要不要解右邊那一隻... 完全不理右邊那一隻... 他不理右邊那一隻的話... 我等下火球弓箭底下就要爆炸了 這就算進到OTD GOGOGO 有啊!7等了!7等最恐怖了 7等通常表示他有一張傳說 不過他的卡片都沒用的高分 對 我看能不能用這兩個手 他也有 一槍 等一下 所以我們這樣水晶應該是一樣多 我們可能少他 沒有 少他一顆 沒耶 3加2 3加2 對 所以這樣就是我一定要搶 空 對 對 好 對 好 好 對 好 對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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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 對 欸 礦坑 礦工是吧 還有野蠻人跟王殺 哇 不用這樣 不用這麼兇吧 一槍一個 哇 我可以 我要被到底了嗎 應該會倒 我想辦法給他壓力 就倒了 我馬上嚇到這個 啊 沒嚇到 想跟我換 那我就跟你換 怕你不成 現在有點怕 怕你不成 算不熟嘛 呵呵呵 OK 我就知道上到兩千塊的難度 呵呵 這應該是最後一場吧 我們來看一下他會出什麼 OK 後場 後場的話 韓國 確實力量衝 好啦 要衝 Hart下去 可能在下下下 這樣 啊 要跟好了 因為這個活泡 會先死掉 怎麼弄她拿來防槽 我看一下 接下來是補防 哇!你妹勒 他放這個有點錯啊 喔喔喔喔喔喔好想我就是丟原廠的 還行 還行 應該是幾次啊 他應該會再下另一個勝選手之心 他有火球 他要炮起來 離開了 就謝謝你啦 謝謝你的招待 哇打贏了兩個傳說玩家耶感覺真是不錯 feels good 這應該不算是真的打贏啦 我有種一定會被打下來的感覺 都會傷 所以我知道我剛說只有講 喔喔!Jordan的 來來來來 你要出什麼 然後就兵法 電車 然後公主 齁齁 喔fuck oh my god 還行啊還行 因為 這隻還是要拿東西擋 這個 我好像只要用拉的 這樣會導致我的 那個 防守我拉不了巨人 最好的防守 可能還是進攻 OK 這樣可以懲罰他 可能可以啦 他等級過高所以可能會有點難走 他已經把 完全被拆到 完全被拆到 還行還行 這應該從我死 就跟這一波 他可能會拿一些 法術環節 行行行 這過來不就會肉聖死 跳王陰大軍 所以說 所以說火法跟這個非常重要 在我輪轉到下一格 之前 這位你太爽了吧 這兩個火法也擋不住嗎 他死掉了 我個人認為是擋不太住 這樣我這個火法會輸出到後面的建築嗎 火法死了 這次 要跟這一隻 啊 攻堅白用了 沒關係 感覺真不錯耶 好啊 兩千三了 可以停了 看一下他們到底是 做錯的事情 所以他比較理想的情況是拿 騎士來靠我的 皇家巨人 應該是 我真的應該這樣 可是他騎士都 走第一個 他被我吃了還蠻慘的 因為他 有很多張卡都很怕 法師了 然後他沒有帶這種 法術的東西 他來擠後 結果我後面跟上的 牌 然後 他都共同一條路 所以被我火球吃得很爽 這個法術也不太多 他只有三個 他三個法術 兩個建築物 然後 只有三個 只有三個 這個 軍隊而已 軍隊型的 超扯 開場 所以他理論上的勝利條件應該是拿火箭一隻同K 然後這幾個 這幾個 軍隊就全部打方向就好 可是我好像 就 看他唯一一次用火箭是 直接射 我跟他換家的人 有一個人放 沒有他腳掉 她有袋鏡子耶 這超危險的 我只是跟她換夾了 她如果不跟我換夾 其實是 這場應該會換夾 可以進去就這樣 這樣好啦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基本上今天這個影片就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點個贊 然後基本上我有兩張史詩可以升到三等 所以你們可以留言說你們想要看 飛龍寶寶的使用還是王子的使用 因為這兩張我現在都可以升到三等史詩了 對 那基本上我覺得是要 史詩是要三等才能夠拿出來見人的啦 不然沒有三等的話很容易被別人輕鬆克制 搞不好我現在可以組個三騎的陣容 我覺得三騎的陣容現在還蠻強勢的 我就只是怕空而已 好啦 那如果你們有什麼想要我嘗試的牌子的話 你都可以在下面這個影片留言區留言給我 那謝謝大家今天收看啊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好 morning 好 發生死擇 pipeline